农场里来了一辆全新的货车 孩子们都好高兴 拿着抹布把车身擦干净 再把要再去农场的各式农具 放在车子后面 前面有两个车厢 孩子们可以舒适地坐在前座 高雄市社会局感谢爱国狮子会 捐赠货车给绿色活力员 那这台直讯车 因为它前面有一些座位 可以供学员来搭乘 那后面就可以作为 我们一些相关的农具的一些摆放 所以这样分开之后 我相信会提供更舒适的 一个训练的一个工具 那让我们能够获得到 更好的一个成效 爱国狮子会常行关心 绿色活力员的身心障碍孩子 得知他们平时都是由志工开车 让孩子和农具挤在车上 一起载到农场 车上常有灰土和异味 很不方便 爱国狮子会才号召师友们 捐赠这辆客户两用的车子 在方舟就位协会 我们已经在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三场的 的那个风力活动 这三场的风力活动里面 有参与的各位的师兄师长 他们都很清楚 其实最感动的就是 他们带来这些小天使们 他们所做的什么 他们是在帮助这些小天使们 有这个独立的工作的能力 续练起来后 进度到社会去工作 产生让他们的家庭 减少他们的负担 这就是王理事长他们在做的工作 绿色活力员是由方舟就业服务协会 委办经营 平时训练孩子体验务农 增加工作经验 之后可以转型到一般职场 农场生产的蔬果 除了供应生长者和老人机构用餐之外 还会发送给弱势家庭 有了这辆车会让载送的过程更加顺利 其实也要传达一个意向就是 声音带来者不是一直都是被帮助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农作物 然后这些农作物我们不是拿来卖钱用 而是拿来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的声音带来朋友也是可以工作的 也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的 这辆粮食生产直讯车 不但能够在生长者 还能够在工具 让生长者在更安全的环境下 参与训练 发挥自己最大的效益和能力 未来就业能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记者潘志光 内昌邦 高雄报道